就是从以前读书的时候 不管是学校的教育啊 或是说像你看我们高中 校哥就是做新中国的中间嘛 对不对 不管是在学校教育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 就是关于真正的历史 所以其实像你是来大陆时候才了解这真实的 就是说你是怎么样 哪一个部分会触动你 然后才让你开始觉得说 真的要好好的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特别 因为我不是外省第二代 我是从大陆祖籍河南 然后到台湾已经是我是第八代了 所以我本身没有外省背景 然后再来是我在香港 从河南来台湾的这很特别 对对对 河南影川然后福建张州 然后到台湾我已经是第八代 所以其实本身我是没有外省的情怀 但是我小时候是读中国的历史地理 就是当时还是有这方面很深厚的教育 而且升学主义嘛 所以就是要死背 所以其实我对大陆本身就有一种连结 是它占据了所有我青春的年华 我都在背哪一省的省会是什么 然后它的地理啊气候啊物产啊人文啊 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影响 其实那些示威者用了很多很暴力的方式 然后我才发现那媒体为什么都一直去美化 然后我才发现媒体在社会当中 其实它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香港是让我觉醒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了解到什么是所谓的共产党啊 什么是现在的中国的体制 但是因为我在2019年遭遇港暴之后我就去深圳拍戏了 然后我在深圳住了两年的时候 不是两个月 当时我就对深圳的印象非常的好 我觉得人啊就是剧组的大陆的同胞跟很多人对我的态度 都比我在香港的时候都好 就香港的朋友比较尖锐 就是你讲普通话就对你很凶 然后我就很难接受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就有注意到 就是在深圳的路边都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是富强民主 然后我看到民主这两个字我就吓到了 我讲说大陆不是专制吗 怎么会写民主了 然后我就很想调解 民主跟专政啊 是也是不矛盾的啦 对 是喔对当时我不了解嘛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大陆他们也说他们是民主 然后我就很想了解大陆的民主 但是当时只是种下这个种子 然后我还自己去买了什么毛泽东钻啊 然后来看 可是我觉得自己学习有一点点辛苦 因为比较难去了解 然后还买那个苦难辉煌啊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我是2020年9月来大陆定居的 我一来就是在江苏严城这边 然后但是我在我大概闭关了半年都在写作 然后后来在隔年的2021年的3月才开始认识一些在大陆的台湾红包 7月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青年 然后他们就邀请我加入了一个读书的线上读书会 所以我们就从党史 就是共产党的简史 还有读这个毛选 就毛泽东选集 然后还有读马列主义 就是马克思的一些阶级斗争啊 还有这个唯物史官啊 生产利益 生产关系啊 然后读共产党宣言啊 读决议啊 然后我就发现 然后我自己买了长征 我在读长征 然后我看长征 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可以 因为我自己是受过很多苦难的人 就是譬如说我做替身啊 我亲身经历过那种拿着自己性命去做一件事情 去卖命 然后去流血 去受伤 然后去 但是你要拼搏那种道路 我是亲身经历的 所以我看了长征 我可以理解当时整个状况是国民党去围剿啊 然后他们这样子原本要搞革命的时候 然后从城市被赶到紧张三热 这个山上去 而且当时毛泽东也不是权力核心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冒出来 然后有王明啊 他们什么 可能他们也排挤毛泽东什么 可是我就发现说当时一个人 对 像长征五鱼 也可以让现在在台湾 现在在YouTube上不知道的台湾同胞 其实那个时候呢 在共产党被围剿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两万五千里 逃难 好吗 台湾是这样学的吗 就是从共产党逃难两万五千里嘛 但事实上就是在四度赤水之后 然后再到尊义会议 然后才确定了这个毛主席 是作为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权力上增 然后才一路就是开始有 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那共产党也是在 真的是自知死地而后生的一个转折点 对 对对 而且 其实有很多台湾人是不知道的 没错 对我读这个长征就好像自己在走那条路 虽然我跟他们的道路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16岁就一个人生活了 我6岁父母亲就离婚了 然后我姐姐是精神病嘛 然后我父母亲就把他抛弃了 所以其实我虽然很会练书要排大 可是其实我的人生历程是充满了很多的荆棘 然后后来我虽然说有这个日文的专长 我可以去大公司上班 我在香港第一个工作的薪水是港并3万块 但是我不做 因为我觉得那不能实现我人生的价值 然后我后来又在香港成为动作特技演员工会的会员 但是撞玻璃啊 然后你去滚楼梯啊 你去跳车啊 其实这个有点像现代意义 我自己自身的长征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跟他们的灵魂高度契合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从苦难当中得到辉煌 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你可能很多人在这苦难当中 可能100里面有99个都阵亡了 可是竟然中文共产党没有阵亡 而且把现在的中国建设的这么好 我就觉得这一定要去了解是为什么 因为我坐着高铁啊 我去就是我可以去好多地方 然后又便宜 高铁费也不贵 然后高铁站盖的不比台湾的高铁站差 但是它的规模就是我们是将近四年盖了将近10万公里 可是台湾就这么一条 所以你要想想看那个体量是多大 而且我去云南开这个绝地追击的时候 我亲自我们是在这个少数民族 歹族的村寨里面拍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的小朋友聊天 他们就说政府把他们的地收走了 就是每年都会给他们这个很高的这个 就是现金补偿 而且是会照这个每年会有通货膨胀会在家 然后我就发现哇 其实共产党是很合理的去做很多动作 可是为什么会被外网污名的话那么严重 我就会很疑惑 但是当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香港的事件 媒体的角色的操弄的时候 我就会相信我眼见为实的东西 我会相信我在大陆所认识的 少数民族的朋友跟我分享的东西 我就不会去相信那些外网告诉我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 要不然媒体的力量太强了 对其实有一些东西啊 我们就单纯讲一个概念好了 很多人他就会自己把一些理念 概念去矛盾化 什么叫矛盾化 他们总是会说呢 我们都说大陆至少这样 我们如果呢 讲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好了呢 他们真的是从一穷二百 然后一代的人 一代人吃两三代的人苦 然后这样熬过来的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因为大陆有十几亿人口 他们市场大 然后呢外国的资金进来 所以他们才会富起来 他说这个是正常的 可是问题是我们去对比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时期 就说1912年到1949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 他本身是没有 这个人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其实也一直到1949年之后 人口才开始增长 然后呢我们就去对比到印度 印度也是一个有外资投入的地方 也是十几亿人口 甚至他的耕地面积比 整个中国大陆还大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这么的穷困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把时空去比对一下 那个时候的清朝是不是也很多资金贯注 因为很多外国也是来这边做生意啊 也是不断的开商行啊什么的 对不对 也是有资金贯注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口也是世界最多的 因为有四万万有十亿人 也是最多的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都会说 清朝政府那个时候是疲弱的 是积弱的而且是上权的 上权入国的一个清朝 一直在切一些这个就是上权的条款嘛 那个就是因为政府不一样 所以你怎么会说这个政府是有问题的 这个政府呢 它是不好的 如果这样子不好的政府的话 它怎么能够做到跟当年的清朝不一样 它怎么能够做到说跟旁边那个印度就不一样 命运就是一样的一个条件给它嘛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 对二战完中国比印度还穷 对其实 其实我觉得 大陆这边我当时也很想去了解政体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这个陕西的圣地之旅 唱一首歌叫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虽然说现在台湾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 或者是觉得很奇怪这种歌 但是我就会去想 为什么会有这个歌 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 共产党它的政体跟我们西方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所谓的政治协商制度 那它是坚持共产党领导 那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呢 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它是工农阶级的代表 但是国民党它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大资产阶级的背后都是英国美国这些外国势力的代表 所以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大陆的朋友 他们是上海人 就跟我分享 当时国民党发金元券 然后导致通货品膨胀非常严重 他们家从原本的中产阶级变成一个贫困的阶级 就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或者是一些人 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真正的历史 当然可能两边会各说各话 会说我国民党会说是大陆窃取 就是中共窃取大陆 可是可能大陆这边就会有另外一个角度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自己辨识能力的人可以去接触两边的故事 自己去判断 但是我自己我会选择眼见为实 就是如果一个政体是有问题的 他不可能走到现在共产党创建100年 然后这个建国72周年 然后改革开放40几年 走到今天 他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一个人会成功 一个国家会富强 肯定是有他的哲学在里面 所以我就去了解什么是政治协商制度 就是他其实还是有民主党派的 他有其他八个民主党派 配合着协助共产党去做一个政治协商 你想想看 中国的体量这么大 是一个这么这么大的国家 全球可能是现在是一二大的经济体 然后呢有最完整的生产链 他如果跟台湾一样搞这个民主选举 每天内斗内耗 你觉得中国现在还是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 因为不属于跟我同一种制度 我就一定要被西方去洗脑说 他就是什么地质就是不好的 那你要去看 用成果去检验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其实我自己观察 我们是在西方世界长大的孩子 台湾算是西方文化潮流之下长大的孩子 去看的时候就可以更客观更具体的去看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政体 它可以让中国维持这么稳定 而且人民的满意度这么高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而且今年好像这个习主席他本身也有去 有个叫做什么民主白皮书吧 他有去阐述什么叫做民主 就民主难道只是投票就是民主吗 民主他有形式上的民主 也有成果的民主 你要用很多很多的量表 去评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话语权 以前就是因为西方呢 占尽了殖民主义嘛 把全世界的财产收刮到他们的国家 然后呢工业革命嘛 船尖炮利去殖民全世界的国家 然后他们就占了先机之后 他们就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就是所谓的这个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教我的啊 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有这个话语权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去洗脑全世界的人 他们的制度才是最好的 可是他们其实是帮资本主义在背书的 其实选举制度是资本主义在背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人一票一人一票 你觉得很公平 那是所谓的机会平等 可是你想想看 你要去选举 你要有钱才可以当候选人啊 你没有钱你怎么当候选人 所以其实你知道最后 那时候还是变成财团的代表啊 那些政客有哪一个 真的是去帮人民能够 而且世界世界世界就轮替 政策就改变了 你看我们台湾花了 多少亿 一千多亿 盖了一个核市场 民进党上台之后说崩就崩 那这一千多亿是怎么样 扔到水里面去吗 对啊 然后谈谈完之后呢 制定一个完整的很好的计划 然后就去从中央到地方去推行 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 像我们台北市以前都会很自豪说 我们有1999还是什么的 你有什么问题就打 1999专线 那大陆也有12345啊 没错 真的 对啊 我就觉得你们台 我们台湾自以为傲的民主 但是为什么会让台湾30年都没有进步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呀 就是大家去思考这件事情啊 他们把这件事情全部划到是大陆打压 真的 其实以现在的数据来看 我看去年的数据 其实我们现在对大陆的依赖 跟那个我们自己生产毛儿里面的占的比重 就是输往大陆的这个比重 其实历史最新高 就历史新高耶 所以我们感觉有点怪 就是我们明明跟大陆的经济关系 是越来越契合 越来越紧密 可是却在政治上面越来越仇中 那这个原因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想要独立 然后一样赚大陆钱嘛 那你有办法独立嘛 那你没有办法独立的话 你是不是在骗台湾人 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